终极的赛赛 星座英雄对战五元素 众所周知 大部分的英雄呢 都有星座 比如黄金柿子座 达摩 白娘座 张娘 兄弟们看阵容 你知道这当中的英雄 对应着哪个星座吗 不过有一说一啊 兄弟们 对面的五元素是真的厉害呀 首先第一个登场是 我方双子座 李信 对战敌方的雷元素 司空阵 李信开启一技能 手当其中 就被司空阵的雷霆之力 当场发战 当李信反应过来的 手自身的状态 已经不健康了 这个伤害也太高了吧 双方拉扯一番后 李信躲在桃中 瑟瑟发抖 当再次交战时 李信被司空阵 军心的明明白白 当场拿下 我方第二名大将 双鱼座 庄周上场 这才刚上场不到两秒钟 就损失一半血量 你雷起 击碎黑啊 司空阵一个大招落地的威势 张大鱼自身很薄手 扛不住伤害 当场凉凉 接下来就轮到 我方黄金柿子座 达摩上场 这满拼的闪电 暴君都按捺不住 内心的狂躁 加入其中 见识不灭的达摩 遗起香港奖 把司空阵踹在墙上 就连暴君都帮助司空阵 打断了达摩的连招 可以看得出来 达摩已经经历了 警察两下普攻 就能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太遗憾了 如果没有暴君的神助攻 我相信达摩会赢的 不过没关系 我方处理做貂蟬上场 要知道貂蟬 蓝跳起来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开启大家之后 就左右横跳翩翩翩起舞 果然还是一场不做 貂蟬骂面的身姿 败下阵来 对面则派出毒鼠性扁圈上场 这多多色伤有点耍赖的险 一试诚就抵好五层被动 好在我方貂蟬还是挺会玩的 拿下扁圈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有五层毒伤 自知命不久矣 果蛋冲上 准备上场的春菜鱼 给他一趟消耗 所谓前人斩术后人成粮 其拿出四级一百强的 太语正人来应战 提着没情况 慌慌悠悠 色彩鱼很聪明的开启的弱化 这一仗伤害减半 不是很明显 咱们再次蓄力一技能 慢慢抗击装周 这一次兄弟们注意看伤害 这一下就将近半血 两个一技能就成功拿下 然后对面的暗属性司马懿 大招入场 好家伙呀 这么强势的英雄 这不欺负老师吗 看他走过来 咱们提前开启大招 因为他有成貌嘛 我怕我大招按不出来 来呀 我准备好了 打我呀 打我呀 好家伙呀 因为被我消耗 也不愿意打出我的大招 既然这样的话 这四光阵有点东西呀 第二场六神装对决 要知道五方阵容 都是后期英雄 第二场一马 到现在对战敌方的火元素 安琪拉 可以看得出来啊 安琪拉明显没有招架之力 一套技能控不住的话 只能白给 由于战三之后 敌方的扁圈重了出来 看来是要一血前尺 众所周知 貂蝉单挑起来 还是非常强 但谁能想到 他技能会输给扁鹊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貂蝉现在处于上风状态 状态比扁鹊好了一大截 手术很快 精神免换名刀 一动不动就和貂蝉这么一碰印 眼看扁鹊撕血要搬下阵来 见识不妙 一个闪现拉开距离 换作是谁的话 都以为貂蝉胜权在握 冲发名刀之后 扁鹊大战的血完毕 一瞬之间 挽回局势成功拿下调查 这个赛季扁鹊增强 这就是版本之子嘛 不给扁鹊喘息的机会 我方酸菜鱼很急促的上场 一个闪现贴近 大家都知道 装作的被动是越打越疼 酸菜鱼也深入这一点 很聪明的连着扁鹊 就让扁鹊的毒伤 在他身上四处蔓延 看起狂暴的酸菜鱼 伤害还是挺可观的 自身状态还没想到多少 就成功拿下 但问题来了 两个酸菜鱼上桌 阿邦两个酸菜鱼上场 为什么我方的酸菜鱼会赢 敌方的酸菜鱼明显状态比较好 双方都没有啥操作对吧 并且双方都是流生状 仔细看发现 双方的冷却时间都一样 但就是我方的鱼更胜一丑 敌方酸菜鱼最后才开启弱化 是认真的吗 雷属性四光阵上场完成收割 继上一场落败之后 我方李希还是很不服气的 一技能加速就往前冲 四边和你搭载三把回合 刚开始还是势均力敌 当四哥阵以雷霆爆发之力的气势 打出来之后 李希明显就有点招架不做 开启一技能加速逃跑 前后形成巨大的反差 隐约的听见李希在后面 果然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哇这打魔你上图了吗 你就耍帅 不过这个伤害好给力啊 一套技能就带走了失控阵 对面只剩下一个四马一 看来这就要稳了呀兄弟们 一个大招就飞了过去 可惜啊 打魔没有大招 不然又可以把他串着枪上 要我说四马一的爆发是真的高 一套技能就把拔魔给瞄了 面对残血的四马一 看我这走路的步伐 走路摇摇晃晃 是不是有点像你表情帮中的第一个图 咱们先一级能蓄理一下 如果这都能输的话 我把我手机给吃了 不要着急 原地巧讽一波 走进一炸 轻松取胜 下期想看什么样的特赛 欢迎评论区留言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